下载升级包 在连接网络时,DJI GOES APP会自动检查上一次连接过的飞行器或遥控器是否有新固件的升级需求 固件升级的方式有两种 使用DJI GOES APP升级和通过调参升级,开启遥控器和飞行器 确保飞行器和遥控器已完成对频 点击开始升级 升级过程中,请勿断电或退出APP 升级过程中,遥控器可能会断开与移动设备的WiFi连接 请按APP提示连接遥控器与移动设备 升级完成后,APP会有相应提示 与Mavic Air飞行器,还可以通过DJI Assistant 2软件进行升级 用USB线将飞行器或遥控器与电脑连接 确保电脑网络顺畅 打开DJI Assistant 2,点击右上角用户登录 登录DJI账号后,选择与Mavic Air 升级前,请确保飞行器电量大于50% 点击左侧的固件升级 选择最新的固件版本 点击开始升级 升级过程中,需要保持电脑始终连接网络 不要断开USB线或退出DJI Assistant 2软件 升级完成后,重启飞行器即可 运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升级遥控器 下一集,我们将为您介绍与Mavic Air对频方法 感谢您的收看